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 苏珊·魏音申克的设计师要懂心理学 苏珊·魏音申克,国际知名的设计心理学博士,行为心理学家 研究心理学在设计中的应用30余年 设计师要懂心理学内容实用,视力清晰,以创造美观实用的设计为宗旨 讨论了设计师必须了解的100个心理学问题 每个问题都配以权威经典的事例,并给出极学极用的设计建议 篇幅简短,让你轻松理解设计背后的心理学动机 拓展视野创新思维,为你的设计打造全新用户体验 我们能从中获得什么?了解伟大的设计为何伟大? 当你想到伟大的设计时,你会想到什么? 可能是这个设计的某个点吸引了你 然后在你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无论是苹果手机,还是密斯凡德罗著名的椅子 一件精心设计的物品很容易脱颖而出,令人难忘 那么,如何才能创造出真正伟大的设计呢? 首先,你必须先理解为什么一个物体会引起我们的反应 并给我们留下印象 要理解这一点,你需要弄清楚人体是如何工作的 通过学习这本书,我们将了解我们的视觉是如何工作的 以及为什么我们会记住事情 我们还将了解大脑的其他认知功能 每一个设计师,无论是有报复的还是有成就的 都应该知道这些事情 本期内容你会了解 为什么模式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看到的 为什么故事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为什么应该把感情带入设计 首先,人们使用中央视觉和周边视觉了解这个世界 并倾向于寻找视觉模式 想象一下,你正在网上读阅一篇文章 但是有一个广告一直在屏幕那边闪烁 为什么你很难忽略那些闪烁的外围图像 而专注于阅读 这是解剖学上的原因 受历史原因影响 我们人类习惯于使用周边视觉 而非中央视觉 当我们直接看某样东西时 挑出细节并专注于特定的内容 我们是在使用我们的中央视觉 我们的周边视觉则帮助我们关注周围的一切 包括我们周围所有的物体、动作和颜色 我们没有直接看,但仍然可以看到 堪萨斯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在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用周边视觉来收集一个场景的信息 这就是为什么广告商把广告放在网页的侧边 人们一定会关注到他们 这种使用周边视觉的倾向 在进化上是非常合理的 为了生存 我们的祖先需要对周围环境有高度的警觉 周边视觉是他们在处理其他任务时保持警觉 即使在磨工具或者准备一顿饭的时候 我们的祖先也会对即将到来的威胁保持警惕 比如提防一只饥饿的剑齿虎的袭击 而我们的中央视觉是不同的 当直接观察单个对象时 人类会识别模式 设想一条直线上有四对点 每对点之间有一个小空间 在解剖学上 你会倾向于记住这些间隙 并感知到一个模式 在一条直线上有四对 而不是八个单独的点 模式使我们更容易整理出 我们经常接触到的所有新的感官信息 即使没有明显的模式 你的眼睛和大脑也会通过协同工作来整理出模式 像长方形和圆球这样的基本形状 在你所看到的一切事物中都能被识别出来 以便你能更好地去理解你所观察到的事物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 这种识别模式的方法 如何与你思考和处理信息的方式直接相关 你需要分配信息 对记忆有透彻的理解 才能做出好的产品 当你醒着时 你的潜意识 一秒会处理大约400亿条信息 然而只有40%的信息 到达你有意识的大脑 那么是什么让某些信息经久不衰呢 你的大脑只能处理一小块一小块的信息 因此无论是在演示还是在广告中 如果你要传达信息 你要确保你不会一次提供太多的信息 那么你每次应该提供多少信息呢 研究发现 4是一个神奇的数字 显然以4个区块的形成提供信息 并不总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但是将你试图展示的内容分成组 每组不超过4个元素是一个好方法 另一个信息更容易被理解的好方法 是渐进呈现 使信息尽可能简单和有序地呈现 因此使用渐进呈现的网站 可能会提供一个类别列表 允许人们点击每个类别 以获取更多信息 然后点击其他类别 以获取更多细节 记忆是重要的 但是遗忘的机制也不应该被忽视 忘记信息是正常的 如果你记住了所有的事情 你的大脑就会被信息填得满满的 而不能正常工作 你的大脑决定你要记住什么和忘记什么 当涉及产品设计时 人类的健忘是特别有用的 如果你在设计时考虑到了遗忘 你就可以将重要信息纳入到设计中 或者让人们更容易查阅 此外 你也可以用故事和清晰的组织系统 使你的创意变于长期记忆 人的短期记忆的范围是有限的 所以将信息嵌入长期记忆是困难的 为了记住信息 人们必须使用它 通过重复使用 并把新发现的信息和已经熟悉的东西联系起来 这些信息更有可能留在你的脑海里 并从你的短期记忆过渡为长期记忆 重复的行为实际上改变了大脑 如果信息重复得足够频繁 大脑中的神经元就会形成一条轨迹 这样就更容易以更快的速度检索记忆 为了处理信息 人们也倾向于创建类别 在设计时 你需要考虑这一点 将内容分类成可管理的区块 是处理现代信息过载的一种方法 因此 你有必要通过使用说明和标题 以有组织的方式展示设计相关的信息 不过信息最好是以故事的形式呈现 讲故事是吸引听众注意力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因为故事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 暗示着因果关系 这对你的设计有帮助 由于人类的大脑习惯于寻找模式 所以他通过跳跃因果关系来填补空白 人的大脑很容易接受 这个导致那个 然后这个事情发生 接下来是那个这样的逻辑 早在2000多年前 诗人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故事的三目结构 开头通过对人物和场景的解释来设置场景 中间为人物设置障碍 提供解决障碍的手段 结尾是高潮部分和结论部分 使用这个基本结构来创建故事 你的产品和服务会令人难忘 明白了这一点 在制作你的产品时 还要记住人们渴望同理心 并且要严格遵守社会规则 你是否注意到 当你对陌生人微笑时 陌生人也会对你微笑 那是因为模仿和同理心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当你看到某人在做动作时 大脑前部的运动前驱皮质 会激活镜像神经元 因此你会模仿那个人的行为 当你看到一个人微笑时 你的运动前驱皮质 也会让你微笑 镜像神经元也参与移情过程 这是一种深刻理解 他人感受的情感反应 让我们再次强调 讲故事的重要性 故事很重要 因为它在人的脑海中 创造出影像 这可能会触发 镜像神经元的释放 进而导致人们产生同理心 模仿和同理心 是人们与他人联系的方式 这两种方式 都能激励人们 按照社会规则行事 当人们互动时 他们倾向于 遵守一定的规则和指导方针 假设你的朋友汤姆 问你怎么样 他可能希望你按照一定的 社会规则来回应 如果你不按理解回答 而是说些奇怪的话 比如你回答他 我阿姨喜欢绿色 那么你的朋友汤姆 可能会感到非常困惑 当涉及在线互动时 人们往往希望 这些规则也能适用 如果有一个网站 没有反应 或者加载时间过长 人们就会对其反感 就像有人无视他们 或者对他们说过的话 做出荒谬的反应一样 因此 在设计一个产品时 考虑你的受众 与设计之间的互动 是很重要的 确保你的设计 遵守社交规则 此外 人们会走神 但你可以在你的设计中 鼓励心流状态 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一种 令人恼火的经历 你反复阅读同一个句子 却没有吸收任何信息 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 人们认为自己有10%的时间会走神 而实际上 这一比例更接近30% 而在某些情况下 比如当你在一条 空无一人的高速公路上开车时 这一比例可能高达70% 因此 当你在设计的过程中 你一定要记住 人们的思维是发散的 他们只会在有限的时间内 专注于某件事 所以 如果你在设计一个网站 你将首页 塞满密集的文本块 是没有意义的 人们根本就不会读它 更明智的做法 是用图像 文本格式 或视频等其他的媒体 来分割信息 这将给你的受众 一种正在走神的错觉 同时又能让他们 专注于你的产品 与走神相对的是心流状态 你是否曾经太专注于一项活动 以至于你忘记了时间 这时你就经历了心流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你几乎总是朝着一个特定的 可实现的目标努力 也许你正在修自行车 或跑马拉松 不管是什么情况 当你专注朝着某个目标前进时 你就进入了一种心流状态 不受其他目标的干扰 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体验 人们常常想要 回到这种状态 然而 只有当一个人 全神贯注于手头的任务时 心流状态才会出现 如果有任何干扰 心流状态就会停止 因此 为了在人们使用你的产品时 为他们创造一种心流状态 你必须尽量减少干扰 接下来的内容就会教你如何实现这一点 首先你要知道 人们被实现目标的前景所激励 在这一过程中 多巴胺也起了作用 当社交网络弹出通知 或收到电子邮件时 大多数人都会有点激动 这种刺激是由多巴胺引起的 多巴胺是一种化学物质 它控制着大脑的愉悦系统 因此也控制着你的愉悦感 如果你想让人们在使用你的设计时 体验心流状态 你必须提供持续的反馈 这对在线设计尤其重要 实现这一点的一种方法是发送消息 向人们更新关于他们表现的信息 本质上 这类似于社交媒体应用的工作方式 想想看 你收到的红色消息提醒 会给你一记多巴胺 而你对收到的另一个提醒的期待 会刺激你继续使用这个应用程序 正是这种容易获得及时愉悦的方式 让社交媒体如此令人上瘾 人们另一个主要的动力来源 是知道自己已经接近最终的目标 想象一下 你在你最喜欢的咖啡店里 有一张会员卡 每次你买一杯咖啡 你的卡片就会多盖一个章 当你的卡片被填满时 你就会得到一杯免费的咖啡 现在想象一下 你可以在两张卡片中选择 一张卡片有十个格子 还未盖过章 而另一张卡片有十二个格子 已经盖了两次章 你更倾向于选哪一张卡片呢 当然 在这两种情况下 你都得买十杯咖啡 但是十二格的会员卡 会鼓励你更快地得到免费的咖啡 这是因为目标梯度效应 人们越接近一个目标 他们的行动就越快 所以卡片上已经有了两枚张 你就会觉得离成功更近了 当终点线近在眼前时 人们就会感到有动力 哪怕这一切都是幻觉 最后本书还告诉我们 人们认为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选择 但大多数决定都是在无意识中做出的 想象一下 在享用完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 你正坐在一家餐馆里看甜点单 五分钟之后 你会发现你甚至连一半都没有看完 对一些人来说 如此丰富的选择似乎是天堂 但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其实要分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一方面 有太多的选择会让你很难得到 你真正想要的 通常 当人们面对如此丰富的可能性时 他们会不知所措 并最终随机选择一些 似乎足够好的东西 另一方面 人们喜欢有选择 对大多数人来说 更多的选择意味着更多的控制 控制是一件好事 因为能更好的控制环境的人 会有更好的生存机会 所以在设计时 你必须考虑这两个方面 要做到这一点 最好的方法就是 让人们产生一种拥有大量选择的错觉 这样他们会觉得 他们必须做出决定 但最终的结果将保持不变 假设你从苹果公司买了一部新手机 你可以选择金色 玫瑰色或银色 但最终颜色的选择并没有什么区别 你买的只是苹果的产品 换句话说 如果你是上面我们举例的餐厅老板 那么只提供一种甜点 比如各种口味的冰淇淋 比供应各种不同的甜点更明智 设计是一项复杂费力的工作 需要考虑很多因素 但是如果你记住了本书所给的提示 你将更容易以一种有效的 有前景的和有趣的方式来处理这个过程 最后总结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设计产品时 考虑人们的思维工作模式是至关重要的 从视觉到记忆机制和无意识决策 创造一个成功产品 需要将人们的心理放在首位 你的设计必须针对特定的目标受众 并与它们进行有效的沟通 作者给出的可行建议是 在你的设计中加入不可预测性 不可预测性刺激多巴胺的产生 这使得人们更有可能 再次参与刺激多巴胺产生的行为 这就是和Twitter类似的应用程序 如此令人兴奋和上瘾的原因 你永远不知道谁会转发或者回复你 因此当你的用户在使用你的产品时 加入一些令人惊讶的元素是很重要的 比如声音提示 好了 苏珊为音深刻的设计师要懂心理学 就给大家读到这里